好 我们讲《唯末结经》 虽是一切众生 而不爱着 是菩萨行 虽然你度所有的众生 而不爱着 什么意思 没有偏爱 普同度化 这个才是菩萨 没有偏爱的 你如果稍微偏一点 就不是菩萨了 我度这个 不度那个 那就是偏 设一切众生 你要度所有的众生 就没有分别 去度化 而不是有分别的 我度这个 就不度那个 所以我花了很多精神 跟老姑婆讲 对不对 不要分得那么细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分那么细的 那位坐墓碑的那一位 他还问我 他要拜 他问我用什么东西拜 我说用汤盐就可以 我们拜拜 有时候都用汤盐 他就问我 汤盐应该是白色的 还是红色的 我跟他讲 既然人过世了 不如用白色的吧 他问我 那汤盐要几粒 汤盐要几粒也要问我 好啦 我说既然是人死了嘛 那不要用双粟 就用丹粟吧 他就在问啊 汤盐要多大力 我说难道我给你擦汤盐吗 多大力 你还来问我 哎呦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然后他再问哦 请问那汤盐的汤啊 是要八成 还是七成 还是碗的一半 还是满 你要看吗 我日子怎么过 你知道吗 我到时候说 我不问了 但是到最后 讲实在话 我要度他真的是也很困难 要度这个人很困难 这个叫做什么 台湾话叫做 米毛 龟毛 在龟壳上面 找看看有没有毛 这叫龟毛 乌龟本来就没有毛了 你还要找毛 这是很龟毛的人 碰到很龟毛的人 要忍受啊 你不能说 你以后不要来听我 这个是菩萨行 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静 是菩萨行 他这句话真的是很难讲耶 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静 虽然你已经可以了你的生死了 你这个菩萨你生死可以了了 但是呢 你也不需要生灰心灭 你已经可以到那个境界了 但是你不用去 你也不想去 可以涅槃了 你也不去涅槃 可以了你的生死了 你没有很快就到那个境界去 你还是在人间 在度化众生 这个意思 四菩萨行 虽行三界 而不坏法性 你本身已经了解了法性 佛性了 你已经可以懂得佛性了 你可以到四圣界 但是你还是在三界里面 还是在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界里面度化众生 你已经可以到四圣界了 但是你没有去四圣界 还是在三界中去度化众生 这个是菩萨 虽行一空 而直众得本 行一空 你已经可以懂得空性了 你已经可以行一空 也就是说 你的境界已经很高了 刚刚讲了入灭 你可以入灭了 你可以涅槃了 你可以了生死了 但是你并没有离开众生 仍然在布施 行上救度众生 这个是菩萨 是菩萨行 这个都是属于菩萨行 他讲高的 然后又讲低的 讲大的 然后又讲小的 你懂得无相 虽行无相 而度众生 已经解脱了 无相 就是解脱了 无作 也是解脱了 空 也是解脱了 空 无相 无作 就是三解脱门 虽行无相 而度众生 你还是在度众生 这都是和光同城 你还是跟众生在一起 你已经无相 你已经无相解脱了 但是你还是跟众生在一起 虽行无作 而限 受身 是菩萨行 你不必做什么 你已经解脱了 你也不为什么而做 但是你也做 这个就是无为而为 这个就是无为而为 你已经到无为的境界 但是你还是为 还是做 这个是菩萨行 虽行无起 而起一切丧行 是菩萨行 我们知道十二因言里面有一个叫做取 你也知道啊 十二因言当中 没有一个是可以执照的 从无名开始一直到老死 都不能够执照了 那只是一种循环 我们人生就是一种循环嘛 从无名开始一直到老死 就是一种十二因言的循环 你也知道 你是得不到什么的 但是你还是在做 做什么 做善事 这个是菩萨 虽行六波罗密 而偏知众生心 心术法 你菩萨当然是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就是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知慧 这是六波罗密 前三者 我是认为这样子的 行善 布施 持戒 忍辱 忍辱应该是属于内的 外的也是忍辱 这布施 持戒都属于外的 忍辱 有内 有外 精进 有内 有外 禅定 跟智慧 都是属于内的 我是这样子认为 所以是外面也修 内面也修 外修 就是布施 持戒 精进 忍辱 就是内外都有 然后呢 禅定 跟智慧 都是内在 都是向内 你这个 六波罗密 你统统都知道 而且 你也用这个方法 知众生 心心 术法 就是说 了解 众生 的根器 教他们 如何去做 众生的根器 你对 幼稚眼 你不能讲 为积分 因为你讲 为积分 幼稚眼的学生 他听不懂 所以你对幼稚眼讲 你要讲 一加一等于多少 从开始基础上教 先开始教数学 那你到为积分 到解析几何 那就大学生的时候 在学 所以他懂得 众生的根器 依照众生的根器 这样子去教他们 似菩萨行 虽行六通 而不尽漏 似菩萨行 你已经有六个神通了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疏命通 另外呢 神足通 还有漏进通 还有漏进通 这六通 都已经成就了 不得了 因为漏进通 是最难的 你所有的环脑 全部漏进了 这个六通 全部都有了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 身无漏 心无漏 才算 完全的漏进 所以修行 真的是蛮困难的 所谓漏进 是没有环脑 没有执着 没有环脑 没有执着 什么都没 你具足了六种神通 但是呢 你便没有 因为有六种神通 你就认为自己 非常了不起 你还是跟众生 一样的生活在一起 并不随意显现 跟众生在一起 这是菩萨行 有时候啊 像天眼通 这一次要传 天眼通的法 这是很少有的 你修了以后 你就知道了 我写在书上吧 修止法已经写在 299的书上 整个修止法 是菩萨行 虽然你已经 证得了六神通 但是呢 你也便没有说 因为有了六神通 你就离开众生了 没有 虽行事无量心 而不贪着生以凡事 事无量心 就是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是事无量心 你虽然有了慈悲喜舍的心 但是不贪着生以凡事 你慈悲喜舍 你可以生到凡天的 凡天 大凡天 这世界天 你做慈悲喜舍 你可以生到大凡天 但是你不想去大凡天 你还是在沙坡 这是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是可以生于大凡天 你也不急着 生到天界界 这是菩萨 凡事凡 就是大凡天 色界天 色界天是凡天 欲界天就是 还有欲望的天 叫欲界天 凡天就清净了 只有光 那是凡天 就是色界天 然后再上去 就是无色界天 无色界天有四天 最高的天 是飞翔 飞飞翔触天 这也是一个名词 虽行禅定解脱 哇 讲好多哦 这唯摩姐真的是 他是有极菩萨 有极菩萨讲那么多话 有病的菩萨讲那么多话 这不是漏气吗 哇 真的讲好多耶 还没有完耶 哇 天啊 阿弥陀佛 这个跟老姑婆差不多 这个唯摩姐真的是 很麻烦的 他还没有完 我以为完了 虽行禅定解脱 三昧 而不随禅生 我们知道 在修禅当中 有所谓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在禅定分成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分成四个天 出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你虽然能够禅定 解脱 到了四禅天 但是你也不会去四禅天 就算有了出禅 也不会到出禅天 还是在沙坡 这个是菩萨心 其实我讲那个 真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禅 至心一处 四个字而已 最重要 至心一处 就是禅 你心集中的一个地方 就是禅 然后你在禅 然后你在禅 里面有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到了四禅天 是最高 但是他没有 因为定入四禅天 他照样的 在沙坡世界 度化众生 这个才是菩萨 在修行的境界 已经可以到四禅天 但是他仍然在沙坡 度化众生 只是禅定解脱三昧 而不遂禅身 是菩萨行 再来他要讲 三十七道评 我受不了了 三十七道评 大家都知道了 我讲了好多次了 四念处 四正秦 四神族 五根 五立 七菩提 八正道 就是三十七道评 我已经都讲过了 他又开始讲了 哎呦我的天啊 受不了了 一点 十点多了 不讲了 不讲了 受不了了 你看 你看 这温某节 真的是老姑婆耶 阿嬢耶 还没有完耶 除了三十七道评以外 他还讲别的 他讲一本经耶 这个有吉菩萨 讲一本经耶 阿弥陀佛 我问了 哇天啊 我受不了了 他有时候 讲文明的这经 真的很辛苦耶 我本来是没有病的 我本来是没有病的 因为讲这本经变成有病 好你要讲你就讲吧 这个老姑婆 这是老夫 谢谢师尊 师尊真的是 苦口婆心的帮我们说 唯摩节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师尊 当佛陀要一直来看唯摩节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来 后来请文书师律菩萨来 结果一大堆人都跟来 一大堆跟来的里面 身文的一大堆 次级的菩萨一大堆 都想听菩萨道 都想听一圣道大圣道 都想听佛道 唯摩节刚刚讲的这些 前面的都是身文的境界 前面的这些都是身文的 师念柱 师政卿 这些都是在阿罕的境界的时候 佛 师尼佛他们这些身文 大比丘 到了身文的境界 唯摩节讲的是说 你已经到了身文境界了 你已经可以解脱三面 你就不要把自己关在那个地方 菩萨还会回来 来到淤泥里面去 入淤泥 不受染 不要怕入淤泥 所以我们去了解这样的话 就知道说 唯摩节虽然是有吉菩萨 他其实是视线说 众生其实都是有这些观念上的吉 像摄利佛你们不要只停留在身文 刚刚师尊讲的 前面都是身文的 你会无相无作 你会三十七处道品 你都到了那个境界了 可是你不能就躲在家里不出来 就是前面讲的 有慧而没有方便 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 里面也讲了 方便智慧 所以像师尊这样 有智慧没有躲在家里 出来度众生 就是智慧方便都有 这就是菩萨道 那金刚圣也是菩萨道 一圣二圣这些身文圆绝 就是唯摩节想要点滴的 就是说你们这个都还不够 因为我是如来来的 唯摩节是如来 那当然讲的是菩萨道 是佛道 是如来道 所以我想 这一个里面 唯摩节讲这么多 前面的都是身文的 后面的都是菩萨的 这样我们来了解的话 可能就很容易了解 唯摩节的用心 其实唯摩节的用心 弟子上是讲过 就是师尊 对于你自己欲望 你自己本身来讲 你也要调和 就是把你的生活品质 跟内在的解脱 两个要平衡 这个才是对的 追求外在的 只能够得到外在的满足 不是永远 但是追求内心的解脱 那个当然是首要 你完全追求内心的解脱 不理外在的生活的品质 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必须要调和 要平衡 两边都要刚刚好 这是最重要的 haba 晚安 别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